娱乐转圈圈 主演的网剧《淋浴》开机了 如今这部剧开播了 没有演技基础的偶像 去拍戏有什么弊端呢 那就是会在剧里 全方位展示自己没有演技 而且离开精致的装法后 颜值会极强的缺点 范澄澄在淋浴里 鼻子真的非常强劲 从山根到鼻梁 仿佛是一条规整的长方体 同剧的男配角 鼻子跟范澄澄一样 从山根到鼻梁 是直勾勾的一条线 看久了就会发现 范澄澄的嘴 也有点出事怎么回事 灵律的后期 没有加朦胧的美颜绿定 所以能看清楚 每一位演员的脸部细节 范澄澄除了山根 和鼻梁比较突兀 她鼻孔下面 还有一道虽然 小但是显眼的疤痕 有好多镜头 都是大特写 有一幕范澄澄的双眼皮 贴还露了出来 问题是范澄澄 都贴双眼皮贴了 为什么呈现出来的 还是单眼皮呢 要是不贴的话 眼睛的原始状态 会是什么样呢 哪怕忽略外表 范澄澄的演技 也是不合格的 她说台词的时候 嘴巴都不怎么张开 就要遇到古代 会读唇语的高手 高手也会觉得 遭遇了事业的瓶颈 嘴都不张 怎么读啊 有一场戏是男主角 被质疑涂了村 暂时被关了起来 女主角带吃的去看她 她露出了以下表情 请问这是在表达惊恐 还是生气 不 范澄澄之所以如此瞪眼 只是因为想知道 月亮出来了没 虽说他们吞一年 才能见一次月亮 也不用把眼睛 睁得这么大吧 当反派图村后 想嫁祸给男主角 范澄澄居然能无比平静地 给好兄弟 叙述这件事 背上了如此大的罪名 怎么脸上一点无奈和愤怒都没有 而男主角 在正常和受众伤状态下的区别 就是 看不出差别 辛苦化妆师了 要不是范澄澄 嘴角有一些血 还以为她刚睡醒呢 范澄澄眼哭泣的时候 眼泪缓缓从眼睛流下 不仔细看都看不到 眼泪那种 配上这空洞的眼神 简直就是 眼药水哭法的范例 导演用同一种思路 让女主角承潇也这么哭 剃掉眼泪的话 这只是一张毫无情绪的脸 承潇的演技也没好到哪里去 当她火毒发作 跌倒在地上时 表情看着超级正常的 不知道的 大概只会以为她被冷到了吧 凌玉虽然是一部武侠剧 但导演觉得 只要冠上神话的前缀 演员就不必按照 传统武侠剧来打扮 大家看承潇这个打扮 像不像在拍MV 空气齐刘海 长卷发 红唇 都很像 承潇日常的打扮 尤其是这一头 有红色大波浪长发 是承潇作为女主角 独有的打扮 距离其他女演员 都是黑长指 为什么承潇连拍戏 都不能舍弃齐刘海呢 当风吹开 承潇的空气刘海 露出了额头 大概就能理解 她的执念了 值得注意的是 凌玉的女配角 也是一位偶像 曾经参加过 青春有你二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位女配角 就是葛星仪 她在剧里可没有 承潇的女主角待遇 没法用刘海 遮住额头 所以被迫露出了圆规 画出来式的发际界 跟戏外的颜值 相比下降了 不是一星半点 看来偶像拍戏时 没有妆发和滤镜加持 真的分分钟 会现原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